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家伙 一周内抓捕审问了两百人 街区爆发小规模狂恶感染 18日 抓获三名潜逃万灵汇成员 犯人正常去盘踞新地家的另一组织流浪儿 哇 我有两天没睡了 他想让我谨慎一点 在一个孩子之前 科西首先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狂级机密者 确实 之前我们已经很久没审狂级了 上一个狂级是谁啊 是爱提吧 还是狄萌 是爱提 哎呀 科西这个腿是真好看呀 尤其他那个二阶利会 虽然我我跟我没生他 但我只是这个作为一个腿控点评一下 我第一我第一次看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脑子里是想想的是熬夜波比 绝非普通小鬼 关心一下 看看你自己吧啊 我妹两天没睡是吧 来聊聊吧 调查报告提交 你们的业务范畴还真是不小 如果只看这份报告的话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B2004之前就存在的帮派 没什么我只觉得你们和普通的孩子截然不同 你们很厉害 开捧开夸 你很厉害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就是刘老儿的首领吗 你从哪里听到的消息 当然是亲自问过了刘老儿的成员 别担心 我问他们的方式和现在问你的方式不同 毕竟刘老儿的问题此前一直没有牵扯到狂恶 不归MVCC管辖 他们没有说你的名字 而是告诉我让我滚远些别在他们的地盘撒意 我要是感觉惹到刘老儿刘老儿的守护神就一定会找上门 让我永远消失 他们在骗你 他们会有理由骗我 但那些帮派成员不会 我的人审问了职委会控制下的二十多个前黑帮成员柳生 啊 还有柳生啊 红色万灵汇都有 柳生是一个对柳生是个社对 不是一个单独的人应该 没兴趣 我不想知道 小宅种 只要毛还没长齐 会画那个鬼一样的涂鸦 就会有个什么什么机密者罩着 就只要是小孩子 然后会画一个标记 是吧 就能召唤柯西 是这意思吧 感谢洪雪老师的官人的两个小花花 谢谢 会从影子里穿了穿去 跟疯狗一样 福克斯审查 之前 之前过的 一个小时之前过的 在你转述完黑帮的控诉后 科技的反应词 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一群擅长只会烧杀强烈的大人 这个是不是有并据啊 一群擅长只会烧杀强烈的大人 应该是一群纸 纸 就是这个擅长和这个纸会 在这儿感觉好怪啊 我太难受了 我一听到那段话 脑子里就有画面 我是不是有问题 你是哪段话 你指的是那段打马的吗 这个 还是你看到福克斯审查里面的话 所以你真的信了 难以描述的话 完了我刚什么我就忘了他哪哪个话是难以描述 是在描述案发现场那一段 还是在描述 呃 他过去回忆那一段 至少在这件事上他们没有理由说谎 也不存在串供的可能 你大可以继续否认 不过无论如何 你都与流浪脱不了干系不是吗 桌子嘎嘎响那一段可爱些 那是难受吗 那不是挺刺激的吗 那脑子里有画面不挺好的 说明你已经很熟练了 不我没有打算要挟流浪儿 无论你是不是他们保护者或者领袖 当然你试的话更好事情会变得更容易 确实地点上滴下来的那个不可描述的味道 你是对自己的脑补感到罪过是吗 不用感到罪过 这很正常 是吧 这个从卧室到客厅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吗 一般来说甚至还有可能拓展到浴室 普通人尚且如此 更何况人家是豪门 浪痕啊错过了吧 精彩环境错过了吧 我有足以让他动摇的情报是吧 我的下一句话就要改变这次审查的风向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流浪儿从万灵汇手中窃取了这批狂恶结晶 如果不是他应该会反驳我 你想开玩笑的话最好换一个假 确实他可能是不知道的 看看吧 万灵汇的证词 他让我别念了 你们对流浪儿动手了 没有 他们非常机警 你不知道流浪儿的状况 的确 所以我希望你能提供现在的情报 我需要向他们求证这一系列事件的真邪性 你能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 他呵呵 那我换个问题 他说不可能 他们没这个胆量 这只是你的猜测罢了 流浪儿只是一群孩子 而且他们没这个本事 他现在有点迟疑了 可是情报显示流浪儿的偷盗方面完全不属于成熟的偷盗残伙 好家伙 从小培养了 偷子 我们不是白痴 退一步讲 即便他们也都清楚 但如果他们在动手之前不知道那是狂恶结晶呢 我也希望自己不用怀疑流浪儿可惜 但我没办法排除他们的嫌疑 一旦流浪儿直接接受到狂恶结晶 事情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我们不能对此做事不管 他们在西里亚等死的时候 你怎么不来管管呢 非得等到我们找到活下去的办法 你们这些正义人士才终于出来出现了吗 以上就告诉我 要以大局为重 要为西里亚的安危着想 你们的大局和流浪儿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还是得承认 先是治安局 再是职委会再到你 从跟黑帮狼狈为奸 到当我们不存在 再到温柔的沟通 至少你们学会装装样子了 但你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都只是想利用我们罢了 不 我没有这样想过 我只想提供帮助 哦 他应该是很不屑的 如果不是牵扯到狂恶结晶 你还会管流浪儿的死活吗 你不会 你们都不会 只有我们自己会管自己 你们这些大人能提供的最大帮助 就是离流浪儿远一点 别再来烦我们 我理解你的想法 也相信你与流浪儿之间的羁绊 但你真的能确定 流浪儿与这次狂恶结晶的事件无关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流浪儿中有人真的偷了狂恶结晶 该怎么办 可惜在这世上我们并非是对立的 完全可以合作 不需要合作 我一个人就可以解决 我知道你没办法轻易相信我 觉得我要利用你 但你们不能独自解决这件事 单单说狂恶结晶如果没有现成设备 你们甚至无法做胡坏坏错译 你们归根到底只是群孩子 无论有没有接触过狂恶结晶 他们都是最容易被裹挟的一群人 我不希望他们面对这种程度的危险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厉害一致不是吗 一个人 你一个人还有我其他人不许跟着 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不知道这局长有多强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别想有点夹锁就要拿人 我想说别太想像局长的战斗力啊 别跑 哦 又出现这个词了 我好兴奋呀 好久没看见了 你同伙呢 你们这些小什么把偷来的东西藏到哪里 我还以为是小什么把 这是一个一个名词呢 是把偷来的东西藏到哪去了 对不起 是我脏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小兔崽子嘴还挺硬 我挡住匕首 给他一个庇护 我是谁 既然你诚心诚心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自卑的 可惜表现很阴冷 等等 还有情报 好 他好像很痛恨这种人啊 结果对克异的就是这个角色还是很有好感 当然 和你干净比 17 我没有那种恋童的那种倾向 他说我没什么危险 看看是谁回来了 许多小小的蘑菇掐了出来 你最好说的是蘑菇 应该是这些小脑袋吧 他们的脑袋 什么东西 科西大名神 那是什么呀 他们对我很有敌意 但是科西很有威信 他非常受欢迎 大家都可以给他送礼 属于是孩子之间的偶像 他可以考虑开个直播 给大家一点精神慰藉 是吧 就这些孩子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打开直播看看 看看科西 看看他在干嘛 这个属于是浅薄了 人家可能根本就不屑于干这种事情 我只是从孩子角度来想 毕竟精神领袖嘛 你一直见不着的话就容易焦虑 天天能见着的话就好一点 吃糖从来不花钱 丧帝 丧帝是谁 二号首领 那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好像他们内部也有点问题 这个丧帝不一定能知道这个狂恶结晶的危险 豆子和阿瓜可爱心 你们起名都很随意 好久没回来过了 我们已经产生结论了吗 我还没明白啊 有什么结论呢 万灵会的人袭击刘安儿不是偶然 他们很可能已经盯上你们了 丧帝就是首要目标 他不知道 怎么说野营 通知情报部门 他可以穿梭在阴影之中 影流之主啊 这就是丧帝吗 这就是丧帝吗 不用你我也能保护刘安儿了 他在这个表情就是心虚了 他在这个表情就是心虚了 他又一次问 他又一次问 再问 管理局的局长啊 这个是我没听见的事是什么 听说是个烂好人 确实当主角就得是烂好人 不是烂好人怎么当主角 你就是那个局长 对 是 是我 他知道是谁干的 帮助他们黑石黑 带到我们头上了 可爱些 只保护你了 其他的良好人怎么办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我 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跑过去 这不是暴露位置吗 发出老鼠辅助的声音可爱情 是我 你去那个藏身处安全吗 那好吧 我都感觉没有那么简单吗 这个桑蒂这个表情看起来就不像好人呀 感觉不太聪明 可爱情 说稍微说两句好话就好 是好喝供着 我说什么都信 还允许大家住一个屋 我说不跟你睡一个屋就睡不着 都信 太好骗了 我也很好骗是吗 别转移话题 那些狂狗精到底怎么回事 被谁骗了 你吗 用你最上场的对付大人的方法吗 你怀疑我 什么小女友啊 我感觉他们俩CP感挺强的 但是是那种 就是可惜 可惜就好像发现了女朋友出轨 你朋友说什么 你怀疑我 我就说不是说他们真的是一对 我不关心他说什么 我想知道你碰不碰下东西 回答我 太高兴闹过头了 向你保证 没有碰 我只想确定你们没事 我只想确定你们没事 他是一个好人 虽然蠢了点 就开始发好人卡 是吧 我说了 我说了你不能生气 经典 一开始说 哎呀我没有 我没有 然后你问了 问了很长时间之后呢 哎呀我说了 你可不能生气呀 哈哈 这么 即使感好强啊 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的 真是小女友啊 这即使感也太强了吧 那得看你给我的情况 属不属实了 其他流浪儿怎么样了 欧路发生了暴力冲突 到了被破坏 走不了了 你科西哥旁边坐着 你怕啥呀 既然我费解心思 找到了你们的秘密据典 你也应该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他 狂恶基金就在里面对吧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桑迪 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调查出了 他那个所谓的秘密基地 是吧 但是万灵灰已经提前来了一步 这个桑迪应该是想让大家接触 狂恶基金变成进密者吧 想的太理想了 是不是 你知道 可惜心情应该挺沉重的 是不是 因为他可能也不想怪桑迪 但是这件事的后果确实挺严重的 对于科西来说 他应该就是想保护那些流浪儿 现在这些流浪儿属于危险之中 他自己也会觉得是自己有责任 不用担心 他们会没事的 可能科西对也会稍微动摇一点 就是他曾经很信任那些孩子 但是可能从这件事来讲的话 他可能会发现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像他那样 我觉得科西属于那种 虽然小 但是思想还比较成熟的那种 他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 别的孩子也有 具有他一样的那种心智 但是并不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职位会打算直接强攻 但是我觉得太冒险了 他并不在乎那群小孩的性命 但我不同意 你的潜入小队已经玩完了 可爱心 第二次 我可以相信你 如果你都做不到的话 就没人可以做到了 就他一个人 你确定不是在派你的禁闭者去送死 他可以的 他是狂击禁闭者 在设定上 狂击禁闭者和危机禁闭者 应该不是一个层次 那就是属于那种 一来就能扭转局势的程度 可惜折了九个兄弟 我看成九折了 九折九折 还嘲讽起来了 这不是还有能用的炮灰吗 偷了我们的狂恶结晶 也该负点利息了 果然应该会在他们行动之前 阻止他 经典的就被虐杀了 应该是 我已经 能想象到了 脑子里都有画面 这边科西解决了战斗 我很想看科西之后的反应 做得很好 他没有 他没有反应 我家我家没了 路人看着怪流浪儿了 你们怎么忍心怪小孩的 但确实他们可能也经常偷东西吧 就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啊 就像耿小鬼 确实可能需要保护一下 但是对方表示管不过来的 你要管你自己管吧 职委会可不是做慈善的 再说了 他们要是活过这一节 过一年就是新的万灵会 新的黑帮 算了 也不搭紧 这次的案子还是得结 我记得这次的主谋是粉毛小鬼 对吧 你考虑的还真是周到啊 把人也替我们带来了 这种臭小鬼不能轻饶 完了 他又死了 应该是没死 他应该是留守了 没直接杀啊 只是刺穿了脚面 冷静啊 冷静啊 完了 他不听我说话了 那我只剩这个选择了 能控住吗 也可是狂几奇迹者 他自闭了 他问我上帝怎么样 十几年龄已经超过16岁 那看来这个柯西在设定上的战斗力 还没有那么恐怖 还能被我们的枷锁压制 理论来上来讲 很多狂几奇迹者都不怕压制的 他就在评判那些 就是所谓的正面人物是吧 真正的这个恶意解决不了 但是可以去拿小孩子做文章 是吧 确实 心理家感觉挺乱的 没法用正常合理的逻辑去想 你每次都去争取 你这么有毅力吗 心理家的环境的确不适合他们生长 我打算寻找合适的机构收养他们 确实 我觉得收养不过了 还不 现在的心理家或许的确不行 但我还有其他很多人 我们还在努力 去重新建立秩序 建立人与人间的信任 总有一天 可以说太晚了 我知道的 我都知道 真的把他放出来 上帝也不会改的 他早就习惯了 他连我都骗 以后也回不来了 可谁有那个本事 在心理家这臭水沟里 活得干净漂亮 那些大人做得到吗 身手的人那么多 你救得完吗 谢谢大家 fan 他好像看到了一个 他不愿意看到的现实 说在西地家只有变强才行 他们可不会照顾小孩子 只能变成下一批混蛋 制造下一批流浪儿 明白了吗 生在西地家我们都一样 怎么样还想救谁吗 确实 他的伤痛应该来自于 他曾经信任看好的那些孩子 也变成了他们所厌恶的大人 那个桑蒂就是在骗他吗 这么长的时间里 只有你在保护那些孩子 用一个孩子的力量保护他们 即使在西地家那样的地方 你也活得很漂亮 是啊 你不就是漂亮的那一个吗 其实在 在各种地方 这种人都是少的 我觉得 大家还是更容易 就是被环境感染 成为环境的一份子 只有部分人可以 所谓的初一 你而不忍 保持 保持自己吧 又给我发好人卡是吧 确实 他之所以能知道 或者说能有今天的这个 见识 可能也 也因为他能变成禁闭者吧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没准现在就死在 西地家的街头了 或者是也被保护 被误导 或者是走了歪路 成为了桑蒂 只是因为他成为了柯西 对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运气 他才能站在这里跟我对话 他才能活得漂亮 他意识到的那一点 他对这个世界有些绝望 至少这里的我已经握住你的手了 确实 着眼于眼下吧 好 我们开始说一些漂亮话了 纵使现实冰冷残酷令人绝望 你却依旧相信奇迹与希望 就像你始终坚信着 他可以找到改变未来的道路 往后的种种黑暗与艰难 你都会与他共同面对 行 就算审查完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一定不忘了点关注 或者一键三连 最后还能分享到的朋友 那么我是石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